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落熟套 好了 直接上干货 我们来学习五种常用的握拍 在握拍之前 师兄这里先找到了一把 球拍上拍柄上有标示的球拍 第一种握拍 我们把食指放在五合六的标示之间 大拇指放在这个阴影部分 后三指放在下面的阴影部分 注意 这个握拍主要是食指主导发力 食指是第二第三关节在五合六之间 这种握拍主要用于正拍的机球 尤其是正拍的远伸球 比如正拍高调刹 正拍的戳钩推条 正拍的接刹 第二种握拍 主要是大拇指上移 到了二的阴影部分 注意 大拇指上移之后 后三指会略微跟着上移 食指反而有下降 仍然是食指的第二三关节 这种握拍主要是反拍机球时候的使用 一般是反拍的近身球 比如反拍的中路 接杀球 反抽 反打 第三种握拍 大拇指进一步上移 到达了标志三的阴影部分 注意 大拇指上移之后 后三指及食指也会跟着上移 这个时候 食指已经从五六的区间 到了五的上面 而后三指也到了七八的位置 这是什么握拍呢 这和反拍很相像 但这是更倾向于往前发力的 扑球的握拍 往前的扑球的握拍 接下来是第四种握拍 这一种握拍有一点特别 注意 在这个小的侧能上 有一个一 这个也是大拇指的位置 然后食指依然又降到了五和六之间 而这个时候食指的接触的部位 更倾向于是二三关节 后三指略微跟着上移 这是反拍击球的握拍 而且是反拍的远身球 比如反拍高远球 接下来是第五种握拍 这种握拍 球拍上没有具体的标志 但凭借蔡师兄的经验 在实战中还是常常使用的 就是把大拇指和食指 放在球拍的两侧 拍面正对往前 后三指略微固定球拍 手心留有空隙 可以通过后三指挤压发力 这就是球友们常说的苍蝇拍 或者很像苍蝇拍 这其实是在双打中封网的时候 效率最高的一种握拍的方式 准确的说 师兄还遗漏了一些握拍 比如反拍的 搓 搓 推 勾 挑的握拍 这种握拍不同于揭杀的握拍 但这些都不重要 真正的硬货是下面的这些问题和思考 好了 今天的握拍就讲到这里 球友们还有什么疑问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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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